HELLO 大家好 我是尾巴 在進入今天的主題前呢 我要說 X1確定解散了 這件消息其實對我來說不是很正經 因為我覺得這是對這個團體最好的結果 因為畢竟造假風波貼在這些成員身上 其實對他們來說 傷害其實真的很大 不管他們未來的演出啊 未來的發展 其實都非常的有影響性 所以我覺得趁現在解散 其實是最好的方法 也是最好的解決之道 那至於未來成員們的發展呢 其實就是看各位的支持啊 因為你們有自己喜歡的成員就繼續Support他 然後我覺得他們發展的道路上可以更加的順利 那我們就是祝福他們有更好的路 然後讓他們去走下去 那因為我是在他們解散之後才收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的開箱時刻開什麼 就是要來開X1的會員禮 那這個會員禮其實我這幾天才收到啦 所以我就是趕快來開他 那因為網路上已經都有在分享他的內容物 所以我還是開箱給大家看 然後順便看一下寫真書裡面有哪一些好看的照片 那我們就來開這個東西吧 X1的會員禮呢長這個樣子 然後厚度呢是這麼厚 那前面就會有我們的會員卡上面有我們的名字 生日以及我們的編號 我們拿到的編號 那我拿到的是146 1046452 然後下面就是Y1跟X1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Family啊 一些英文單字在上面 那我們現在就打開來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打開來之後呢 裡面是一個很精緻的鐵盒 這鐵盒很重耶 然後是我喜歡的寶藍色 然後一樣上面就是有 One It跟X1 然後中間就是一些單詞 什麼We might read family 然後我不會念 對我英文不好不要為難我 對 然後打開之後呢裡面就長這樣 那大家應該就知道這個是保溫瓶 然後就是它的其他的會員禮 我們來看看保溫瓶長什麼樣子 保溫瓶呢它是以黑色的為主 然後上面就是一樣One It跟X1嘛 然後下面就是它是300CC 然後平口設計成這個樣子 這個算是隨身攜帶很方便的 而且質感也不錯 下一個呢是鑰匙圈 鑰匙圈它就是寫One It的鑰匙圈 很高級耶 然後還附上兩個可愛的星星 然後是用香檳 玫瑰金的顏色 這個很可愛 蠻高級的 接下來呢是筆 筆的部分我就不拿出來了 因為它就是一般的顏值筆 然後它是用綠色的 應該算青蘋果的 然後上面一樣就是 我們的名字 我們粉絲的名字 One It 對 接著呢是 卡套 接下來就來看小卡 等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呢我们来猜的是写真书跟笔记本 这个呢是空白的笔记本 然后里面就是长这个样子 全白的那你可以写字很方便 所以才配了那支演示品 然后以及这本是写真本有各种的照片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内页长什么样子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X1的会员里呢就开到这里啦 那因为它的东西都算是偏实用性的 像是保温瓶啊或是卡套币系 跟笔记本 其实学生都用不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蛮贴心的 那像铁盒呢你也可以拿来收藏就是 各个成员的东西 其实也不错 唯一可惜的地方就是 会没有下一期的会员里这样子 如果我们还是要祝福X1的每个成员呢 在歌唱跳舞这条路上呢可以走花路 然后请大家继续支持自己喜欢的人 让他们可以在舞台上发光发歌 那我们今天开箱时刻开什么 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开其他的东西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那这样我下次更新新影片呢 你们才看得到 那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对我说的话 或者想要跟我讨论X1成员的朋友们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 然后也分享我的影片给你X1的 喜欢X1的朋友们 这样呢我们才可以一起聊天 然后一起继续追这群成员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呢就开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拜拜